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到冰雪节这个期间 导游的上团的数量 基本上就更不应求 像今年的话就会由 一些导游就会复闲在家 我觉得哈尔滨旅游 可能短期之内 包括中国旅游 可能还是会因为 这个冬季的疫情的 这样的一种偶发 可能还是会带来一些连锁反应 会带来一些市场的互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